CXN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Eo 今天這部跟目前遊戲進度比較無關一些些 我們來跟大家聊聊西遊神的進化史 就大家都知道西遊系列 呃或者你要叫中國聖啦 是我們創塔的好夥伴 神魔一開始的時候他們就存在了 經歷了風風雨雨、神魔來到第九年 這系列改變了什麼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我們先講一下為什麼大家當初 剛玩神魔的時候 首抽都要刷妖狐 一來是西遊神真的非常不好抽 機率超級低 二來就是那個年代 沒有什麼炎秒這回事 大家又都是小萌星不太會轉租 妖狐打擊有這個刃牌的效果 基本上就是人人搶著要 你說暗隊會拿來當副隊長就算了 就連受隊或是一些屬性隊 大家也都會偷打擊來當副隊長 這同時也是因為打擊的隊長 既是任何隊伍皆可套用 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連擊效果提升不管%數多少 其實增傷都是很可觀的 除了妖狐之外 其他四個屬性的西遊神 至今也都還是會被搬出來當作一線成員 像是牛魔王敖廣等等 在歷經了千千萬萬的強化之後 西遊神終於救急熔練成目前的最終版本 那也因為技能都算蠻實用的 很多抽不到的玩家 也會把西遊系列當作OMEX自選的目標 這邊稍微來幫大家複習一下這個演化的過程 首先看向我們最初的妖狐 主動技是8秒內可以任意移動符石 而不會發動消除 當時技能一模一樣的還有這隻火命運女神 而且還指定要四星的 那時候的練技方式也不是像現在一樣吃異彩史萊姆 而是要吃相同技能的召喚獸 所以當時妖狐的練法要嘛就是大鳥 要嘛就是這隻斯庫爾德 比較常見的做法是妖狐先吃到滿再進化 因為妖狐的技能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不小心進化了就只能吃大鳥 即便到了現在 妖狐的這個牌豬技能還是獨一無二 就算現在還是要吃相同召喚獸鏈技 你也找不到第二隻跟妖狐一樣的 再來就是隊長技的部分 妖狐是連擊combo提升攻擊力25% 妖狐則是75% 這也算是神魔前十張全牛棚的隊長技 當時也是全牛棚倍率的隊長還有基隆日月狼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的創塔好夥伴 一份非常珍貴的回憶啊 接著時間走來到2014年的 溫暖中夏夜7月12號 西遊神全能解放啦 順帶一提 這個當下的GNN新聞稿 也有公布要跟Big Band合作的消息 西遊神本來使用價值就非常高 也非常的強大 全能解放之後又會變得多扯呢 隊長既從連擊combo攻擊提升75% 變成125% 我記得這個%數在當時 好像還曾經掀起一波小熱意 所以隊伍技這邊又補了一個 連擊combo攻擊提升25% 蘇打擊的隊長技總共是來到150%的 combo連擊提升效果 但是打擊的定位一直都比較像是輔助 意思就是不論你拿來當隊長還是戰友 另一邊配的必須要有一個固定倍率 例如北歐2.5倍黑狗3倍這種 比較少看到雙打擊當隊長來玩 因為這個combo%數加成很迷 單張很有效果 兩張的話就會有倍率稀釋的問題 然後剛提到的蘇打擊也稍微講一下 潛能解放之後的名字真的好聽多了 主動技的部分本來是20秒的排珠 解放之後一樣是20秒 但是多了一個首批消除服食數量越多 攻擊提升越多最大1.9倍的選項 等於說打擊現在除了排珠 也可以做一個強力的增傷 當時也很常看到一個做法 就是打擊開了不要去移動珠子 就不會發動消除 可以再繼續開其他增傷或主角之類的主動技 同期的大勝也變得很猛 一回合的把防禦歸零變成三回合 而且這個主動技是左上角的buff 等於你可以帶著這個buff跨回合使用 遇到連續高防禦的關卡 大勝也是很多人愛使用的一個角色 隨著時間來到2016年的1月 這時候西遊神也迎來了異空轉身 然後很剛好這時候也是怪物探出第二彈合作 感覺西遊的進化同時都會帶來一個合作 很神秘齁 所謂的異空轉身就是進化之後會產生兩個型態 一個是適合當隊長的練化型態 一個是適合當隊員的幻化型態 練化會維持原本的頭像 幻化則是轉變為另一種 不得不說官方在異空轉身這塊設計的很好也很用心 我們先來看幻化的打擊 主動技一樣是排珠也是增傷1.9倍 你可能會想說排珠時間怎麼直接縮短一半了 可是注意看他的CD 從原本的CD15變成只要CD8就能發動 整個大幅提升了打擊的機動性 原本的CD15可能一關打下來就開個一兩次 CD8的時候就可以開很多次 這也讓打擊的出場率更高了 不管是拿來放在妖精隊或是暗隊都有很棒的效果 而這個型態的打擊隊長技連擊COMBO效果是提升125% 比前能解放的150還來的低 所以拿來當隊員比較適合 練化的打擊主動技就要更OP啦 從1.9倍的增傷變成2.5 這個增傷在當時是非常巨大的 提供了暗隊很好的爆發 隊長技的部分一樣是連擊COMBO提升150% 異空轉身之後過了一陣子時間來到2018年的2月 官方推出了中國神專屬的武裝龍客 這個武裝龍客最OP的一點就是 直接讓中國神主動技永久CD-1啊 而且開招的時候也有一個屬性的增傷 直接讓西游飛到外太空去 出場率直接爆高 最後就來到了救急熔練 這也是目前神魔進化的最終階段 我覺得有點像是把異空轉身的兩個型態整合起來 然後取優勢較多的地方 例如技能一次變成兩個 隊長技也會留下比較強的部分 此時此刻本來就已經非常強大的打擊 會變得如何呢 隊長技的部分直接多了閉眼2秒 攻血回1.2倍 然後最似特色的COMBO效果提升 也已經來到了200%喔 重點是隊伍技的效果提升25%還是存在 所以隊長技全部是來到225% 除此之外還多增加了一個全隊攻擊15倍 但是這個要把蘇打擊當隊長和戰友才能觸發 前面有提到的雙隊長打擊稀釋倍率的情況 官方應該也是有注意到 所以這邊直接補了一個10倍率給打擊使用 這樣你說打擊能不能把雙隊長這個玩法搬出來了 當然可以 主動技衣的排珠也是直接取CD8這個優勢留下 一樣20秒的排珠 但轉過去的珠子可以變成強化 本來的2.5倍也變成最大3.55倍 這個簡直是超級起飛的狀態 撇除3.55這個恐怖數字不說 轉成強化珠也有大概1.5倍左右的增傷 打擊這個主動技除了猛加變態 已經不知道怎麼說了 另一個技能的話也是相當實用 CD6就可以發動 所有兼具所有50% 如果隊伍中只有妖精 還可以迴避敵人首次攻擊喔 這樣的技能急於一身 也讓打擊成為很實用的瑞士刀成員 這也是為什麼一直到今天 還是很多人會想把Allmax自選拿來選打擊 那你說剩下的稀有怎麼了呢 三太子的話可以做轉版整理版面 也有一個自身小戒王 另外一個的話是可以拿來破隱身 還提供了一個超大幅度的減傷 不管在火隊還是人隊裡面 90%的減傷都可以發揮很好的功效 牛魔王的話不用說 至今還是很常被拿來和鐵扇搭配 除了超短CD是特色以外 木二削和身旁三倍這兩點 就讓牛魔王存在感超大幅提升 不管你是要拿來爆發或是解高C盾 牛魔王都有一個位置 敖廣的話和前面兩位一樣 都有一個轉版加戒王效果 另一個主動技是可以用來炸板和延長轉租秒數 在龍隊裡面也是相當倚重的一個角色 大聖的話一樣有跨回合無視防禦的效果 再多一個全隊1.5倍的增傷 比較常被拿來當作魔隊隊長的大聖 也多了一個可以增傷爆發的選項 另一個技能的話就是讓你炸掉不要的阻止掉光種族強化 注意它是炸掉 所以也不會被弱轉無效影響 從以上看下來你會發現西游技能真的很實用 所以如果這系列玩到今天你還沒辦法集齊的話 Allmax自選也是可以加減考慮的 而且Allmax選已經救急熔練的系列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省素材 大家都知道舍度一隻花的鑰匙不便宜哦 熔練還要一次吃三隻 OK那以上大概跟大家聊一下我們創塔者的演變歷史 大家對於西游系列還有什麼想法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扑